整個年代都要向外國良好 直接發出旁邊於全國的保護 第三個郭便智隆 大家關心的問題應該在河心 大家關心的問題應該是核心 在本土地處理 其實這幾年來的努力 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希望能夠仿效歐洲的NBT系統 來做這個本舍最后的處理 那這套系統其實在這個歐洲已經相當的成熟了 環保署雲林縣政府現在台東政府 都派完去那裡考察觀摩 我想這套系統為了解決台灣未來這個本舍處理的問題 是大家都應該要認真地去思考的一個方向 環保署雲林縣現在本舍處理大家的分作三個歐洲 就是說在地區裡面 我們還是必須要仰賴其他的關係來幫我們盜三個 當然基本上我們必須要進行減量、分類、回收的這套系統 一定要做就對了 那麼在中期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採取MT的方式 那麼MT這個無色的我們已經是 我們已經是照顧了大概200月的時候 都發露堂開始來進行 大概一天可以處理差不多100檔的這個本舍 等級地就是這個MBT這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其實在中央呢 他們也都非常的重視 而且有專案的價位有專案的經費 因為過期我們沒有這個文化露堂收 所以我們面臨的本舍處理問題是最嚴重的 所以在分林館怕MBT這個交付的也是全台灣最快的 所以我們我們也說中央可以用專案來補助分林館 來建置的這個費用 我們和環保室也都有補齊的聯合 行政院這邊我總經和當民也跟賴清德賴院長來做個報告 我們希望這個計畫能夠得到中央全力的來支持 另外就是這個文化露的工作 其實它現在的問題的重點 不是說它甚至於受負責 不是 是說這個文化露 帶給分林館的災情很大很大的生息 到現在去打賣 這個土地鄉打賣 就差不多有20幾億的總金要30億 所以我們很願意中央 如果有專案補助的經費 差不多是36億7千萬 這個錢無論如何一定要來補助給地方政府 否則雲林縣的財政壓力是非常非常沉重 過去中央對36億7千萬的補助 有設定幾項條件 就是你要完成環評 你要測試能夠功能看用等等的條件 但是這是非常困難的就對了 那麼過去是如何設定這個條件 就是說中央他也期待說 分林館這個文化露 他有一天可以發揮他的功能 不過現在中央已經看到台灣未來 分捨處理必須要朝多元化的方式來發展 這個多元化的方式也就是說 不能只要靠文化 文化露現在它的功能已經是慢慢的衰退了 必須要找出一條新的出路 所以所謂的多元化的這個處理 包括MBT這個方式也是選項之一 既然我們可以找出其他新的方向來 那你就不用去 只要靠這條文化露 所以我們是覺得中央館來設定的這個 這個限制條件 是有重新檢討的可能跟必要 分林館會善盡我們作為全台灣垃圾處理的 一個示範的現份的這個職責 但是呢 我們也說中央館來當上隊長來改館 我們分林館在這裡的問題 問題解決了之後 那至於這個焚化爐 除了它不可能再做所謂的焚燒垃圾使用之外 其他它到底要做如何的這個處理 雲雲縣政府的態度是開放的 大家可以來討論 唯一就是說 他就不通過環評啊 他就不收錢啊 現在我們就找出新的處理方案了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動這個 林館豐浩倫的腦筋了 他是一個夢魘 他是一個夢魘 這十幾年來齁 隊分林館的官民 現在隊得大家喘不過氣來 我們希望中央跟地方大家攜手合作 能夠解決雲雲縣的這個 這個獻民的夢魘 同時也是解決雲雲縣垃圾處理的問題 有好轉 對方看到靡地渠 Knights 插隊的關係 進行後 在沈塵建製成的比例 深刻迷你 在沈塵建製成的 日程的 進行最大的 越來越來越來越聰明 在沈塵建製成的